检查书包 看看你们的书包里面都带了什么 大龙 你的书包里都有什么 我的书包里有文具和语文书还有练习册 嗯 大龙 你竟然把游戏机漫画书和手机都带到教室了 真是太过分了 不对老师 这不是我的书包 我今天坐公交车来上学 隔壁的人和我的书包一样 我们肯定是拿错包了 可恶 我这就找光精灵帮忙 把我的书包找回来 我的书包可干净了 有文具和课本 还有我最喜欢吃的零食 乐乐 学校不可以带零食 你怎么能把零食放书包里呢 统统没收 不要啊老师 我知道错了 老师 还是看看我的书包吧 我的书包除了学习工具 其他的什么也没带 那好吧 您念的书包我看 您念的书包里有文具和 数学书 还有一个布娃娃 娘娘 您怎么把布娃娃也带到学校了 布娃娃是玩具 玩具不能带到学校里的 糟了 不小心把布娃娃给带到学校了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布娃娃 这下肯定要被老师没收了 对不起老师 我每天晚上瞬间都抱着这个布娃娃 所以才会不小心带过来 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带到学校了 原来是这样 宁宁 下次不要把玩具带到学校来了 知道了吗 谢谢老师 什么声音 我好像听到了猫叫 老师 你是不是听错了 妹妹 今天我要检查书包 看看你们书包里都带了什么 快打开你的书包让我看看吧 我的书包只带了学习用品 老师 你是知道的 妹妹 老师知道你很听话 可是大家的书包都检查完了 妹妹 你的书包里撞了什么 怎么还会动 对不起老师 我的书包里有文具和课本 还有你只小猫 妹妹 你怎么把小猫带到学校了 对不起老师 我知道不该把小猫带到学校 这只小猫是我在上学路上发现的 它的腿受伤了 我担心它的伤势 这才把它带到学校来的 我不会再这样做了 原来是这样 妹妹 不过教室确实不能带小动物 会影响学习的 不如你先把小猫交给我 我放到办公室里 等你下学了 再来把它接走 怎么样 太好了 谢谢老师 小朋友们 学校是不能带零食玩具 还有小动物的 这样做会影响学习 你们的书包里都会带什么东西呢 赶快留言告诉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